對愛情我從來不搞笑 諧星的坎坷感情路 妳可以穿一張自拍照給我嗎 我就怎麼樣縮小的時候 我就往旁邊移了一下 發現酒瓶上面的一個 反射 然後我就 對面就有人啊 OK 在放大 我已經訂房下個月 要去找他的機票了 他就直接說 你不要過來了 我們分手之後的半年 我就聽那邊有講 他結婚了 故意的感覺是 很強烈 原來要把自己整個頭 就泡在這裏面 就不要起來了 話說啊 我覺得在這行業裡面啊 最辛苦的真的就是諧星了 大家覺得做諧星這個工作 真的是吃力不討好對不對 就覺得好像搞笑很簡單 NO 其實搞笑是最辛苦的 而且呢 諧星就是什麼都要承受啊 你在悲傷的情緒 所以你還是要帶給大家開心 但私底下的他們真的是這樣嗎 私底下的他們 好可憐喔 我跟你說 好可憐喔 他們在私底下的在家都笑不出來 好可憐喔 他們的笑都是不快樂 不真誠 好可憐喔 尤其今天稍微寫信 我跟你講要分享他們 不知不為人知的戀愛史 天啊 他們有談過戀愛 對 諧星還有戀愛喔 真的太可憐了 我跟你講今天三位諧星呢 真的是諧星界的翹楚 首先要歡迎小優跟無尊 耶 沒有 你們都談過幾段戀愛 然後最長的是幾年 我談過五段 幾段 對 然後最長的是四 明婚不算 明婚沒有算 其實這個是扣掉明婚的 反正就是五段 你看諧星 不要更乾淨 對 還要被人家講明婚 對耶 而且你自己有跑到哪去 加明婚的大概有二十段 好多喔 差不多 反正五段 然後最長的是四年 對 有談過四年 我都是談就是蠻久的 都沒有那種一年以內的 對 最長 初戀就談了四年 最短都 最短的快兩年 蛤 那妳真的很久耶 對 就是我決定跟一個人在一起 我就會死都會撐到 我真的不行 纏著他 對 才放手 我不會那種就是 在一起什麼半年就沒有了 喔 真的 那個我就不會把它算成戀愛 OK OK 妳最短的等於我最長的耶 所以妳就是都在玩啊 我沒有 我沒有在玩 是我都被玩 因為我 我談了六段感情嘛 然後六段感情當中 有將近三分之二 到後來就是別人的介入 然後讓這段感情 對 類似 被搶走了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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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好悲傷喔 你還在還想 而且那天有個諧星告訴我 諧星告訴我 今天開始什麼 真的難怪你被甩 難怪被介入喔 你以為他們會安慰你嗎 不會 這個 為什麼會先介紹兩位呢 因為我們跟接下來這位比起來 小K 小K 我們沒辦法 對不對 那我們掌聲歡迎李羅大哥 李羅大哥 你幹嘛要剃李羅大哥的頭髮 沒有啦 因為疫情期間 我其實都沒有剪頭髮 然後就是因為今天 因為要來上節目 所以特別是把旁邊稍微修理一下 修短一點 沒有啦 我好像在探監喔 需要香菸嗎 你不要 對 需要嗎 香菸我幫你寄過去囉 OK 國賢哥你開玩笑對不對 他可是談過 有幾段嗎 六七段啦 有到六七段 可是你最長一段 你一段有二十幾年耶 對 這個要講一下 因為為什麼能談到 快二十年那段感情 那是因為我還沒有當諧星之前 就是戀情都還滿順的 但一旦踏入諧星之後 你就發現 事業可能往上走 但情感可能往下走 可是會不會是被你那二十幾年傷了 然後你就覺得怕浪費太多時間 後來就越教越短 也不是耶 因為後來不知道為什麼遇到的 其實教的都很短 因為我算過 我仔細算一下 因為那個最長的是我第二個女朋友 然後後面開始第三個 到第七個 大概都是不會超過 最長的都不會超過一年半 那最短的大家教完 最短的一個月 一個月 很短耶 一個月 一個月太吵了 一個月那已經不叫 就一個月把所有事 就一個月把十年來要經歷的事情 全部都要經歷完了 然後就分開 這麼開心 對啊 但是太短了 好慌慌念 不是 因為我是覺得說 因為你年紀越大 你越能夠知道自己要什麼 其實因為我們教王的女生 她年紀有時候三十幾歲嘛 他們也經歷過很多 他們也看得很清楚 知道在你身上有沒有她要的 找不到她要的東西 她就離開了 對 那我覺得那也OK啦 就是說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沒有辦法像十幾歲的小朋友 或是二十四多歲的小朋友這樣 花那麼多時間 去經營這個戀愛的過程 因為畢竟你體力也很容易累 對 對 就說 因為我們的生命周期已經來到五罐了 對 我還要生死 生死是最後 最後的人生的 我要哭了 生命要哭了 好啦 今天有這個 陪我們談這一集的 對 對啊 聽媽團的 你老 你們的老公算是 算諧星嗎 可是 也算演員 他是歌手 他是演員歌手 他是歌手出身的 但他現在也算諧星啊 他其實還好耶 Grace跟Bose 他老公也不 絕對不算諧星 我老公 對啊 如果說他不是諧星 他可能會很難過 因為他是電視笑話冠軍出身 因為他有想要自己 他是有以諧星在自居的嗎 他覺得他是諧星啊 像小哈哥 他不覺得他自己是諧星耶 他說他是 他為什麼不認親戚的命運 對啊 他說是籃球員 籃球明星 什麼諧星 那是他年輕的時候 籃球諧星 二十年前的事情 對啊 還在洗手 對啊 但國賢哥這講真的啊 因為你不覺得說 諧星在談戀愛的時候 其實普遍就受到了 你覺得最大的煩惱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說 諧星好像有被下魔咒一樣 我覺得台灣的諧星 因為像日本的諧星 比如說你看 志孫劍 他其實身邊沒很多 可是台灣的諧星 我覺得很悲哀就是說 好像被下魔咒一樣 他們覺得說 你在電視上的形象 就是搞笑 那你試一下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或是說你在節目上面 常跟女生在互動啊 幹嘛的 他就覺得你試一下 一定常吃女生豆腐 結果試著 但是我們不否認 不否認 確定有這種的 那他試一下 真的也是蠻低高的喔 對啊 沒有 穿女生合照什麼的 他才開黃槍啊 開黃槍必要的啊 然後現在穿衣服還激凸 對啊 對 我跟她說我一直講 她有多冷啊 我的奶頭 我能控制她嗎 你不要控制 誰能控制啊 要不然我們要控制啊 對不對 要不要一個兇貼啊 就是說我覺得是那種 就是螢幕上形象 很容易去被觀眾誤解說 你可能就是跟螢幕上是一樣的 其實試一下 我個人是非常內向的 我是因為看到小優 開間的時間到了喔 兩位怎麼樣 地板好滑 我是因為有時候看到小優 我忍不住 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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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就是 激凸 講些有的沒的 對啊 不然一個人在家有時候 是很孤單的 我覺得還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像國賢哥講的這種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 你看 那節目上的低歌 嘻嘻哈哈的 那有一種女生就是那種 節目上她覺得 比如說她們覺得很有趣 然後她覺得幽默 可以認識看看 可是其實很多人 私底下是不講話的 是 比較安靜 對啊 然後她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無聊啊 跟電視上的不一樣 對啊 沒錯 諧星就是很難交到朋友 謝謝各位收看 來 你今天是不是很容易 交朋友很容易 諧星交朋友很容易 交真心朋友比較難 因為人家都會以為 你講話你就沒真心啊 因為你都不用真心 在跟大家交往啊 我對你們哪個不真心 然後你後來有跟我們聯絡嗎 對啊 不是 因為 我不想要破壞你們的性質啊 我不想因為我個人 因為我 因為我現在變得比較 你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你怎麼知道對不對 我憲哥在破壞嗎 就好像打麻將一樣 會被一個曬的人 碰到被子都開始 一直往下潑走 這常常會有的事情啊 我覺得男諧星都還好 女諧星真的比較慘 對啊 然後聽聽我一路走來的故事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一個滿 雖然是一個 真的是充滿愛情幻想的人 所以其實呢 在我單身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我 就是沿路會撞到白馬王子 所以就可能我 比如說去噴 現在只有撞到白馬 我現在可能 比如說去個朋友的聚會 然後呢 可能有看到心儀的男生 覺得還不錯的 那其實因為正常情況 不是好朋友都在幫忙牽線 我跟你講喔 我到一個局 朋友就開始說 小優來模仿 快點幫你點一首葛仲山 來 快快快唱 快模仿這樣子 無尊也會吧 會 用柯文哲唱這首 對 這樣啦 這我不會唱 真的會這樣子 真的 對啊 那這樣怎麼認識人啊 他哥點下去 你不唱也不行 你不唱 人家就說 小優耍大牌 外男生 他都不唱 原來你又不來 來了又不嗨 真的 他不紅 你又不黏 你又不黏 就是然後結果最後 表演完了 那男生也走了 就是兩個就沒有辦法 人家對你也不會有進步 想要認識 所以我們的桃花 就這樣子都被斬斷了 無尊 我覺得諧星的身分就是 會比較好認識 你覺得有幫助嗎 就是最一開始 可能我們剛見面的時候 比較覺得有話題可以聊 然後比較多內容 可以比較容易親近對方 但是我覺得 有些時候就像他們剛前面講 會讓人家覺得說 諧星是不是應該要很搞笑 你今天突然一震驚起來 可能聊聊聊 他可能覺得說 這個你剛說的 這個哏在哪裡 或是你就沒有辦法 很震驚的跟人家聊 就是聊天 所以會有一個誤解 可是其實這變相也是好處 就是當人家對你的刻板印象 是你很好笑很好笑 可是你今天突然 很認真正經的時候 那個反差 反而有些時候會讓女生 你現在認真正經 看看 他剛剛不是認真正經嗎 應該很認真 但是沒有太爽 你看 這個有些時候 還是要真誠 有些女生就可能 不是支持這個政黨 就算了 就不要跟我講話 可是應該也是有熱情粉絲 主動追求你們吧 有欸 就是 不要逞強欸 對啊 我很聊這個 我有一個是 也是要跟我合照 然後我記得 她是一任空姐 不是我吧 空公司 真的啊 然後我記得 我在上飛機的時候 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那個空姐好漂亮 然後我經紀人說 真的滿漂亮 結果後來 因為她本來是服務L道 她後來跑來R道 服務L道 就是左邊 她左右兩邊會分嘛 會固定 然後她就跑到右邊來 然後就是給我飲料 然後說可不可以跟我合照 跟我聊聊之後 我們就還不錯 然後就從朋友開始聊聊聊 後來就交往了 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你們那趟是飛多遠啊 就這樣就交往了 在美國嗎 上海 上海才飛一個小時15分耶 你還交往 不只啦 沒有是後續 就那時候就留了聯絡方式 然後就聊聊天 約個幾次之後 然後就交往了 唉唷 追了差不多三個月 那她有跟你講說 你跟我印象當中的無尊不一樣 或是你們諧星感覺都好不一樣 沒有 她見到我 她說 你跟電影像真的都一樣醜耶 好傷喔 她說你今天那 她這樣講話 你看我可以量一下你的牙齦嗎 因為她也是很活潑的女生 她說我可以量你的牙齦嗎 喔 真的耶 會不會那是做特效什麼的 我說不是 那真的是我的牙齦 那你們後來交往多久 差不多一年左右 那也是認真過耶 算長了啦 充滿真愛 就是我覺得 大家對諧星還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覺得我們長得醜 可是女朋友應該也會是醜醜的 怎麼話 很漂亮 我覺得這就被 大家都已經打破了 對啊 張立東也是啊 對啊 很漂亮 而且我剛好這邊還 因為我手機都不會刪 前女友的照片 還留住了喔 是 要把它刪人的你看 是不是現在網路不好 剛剛Google圖都不見了 對 我剛剛Google的 就是網路上配對 就這樣你先抓圖 抓好 你怎麼沒就截圖 沒有 我剛剛截圖 比較好找啊 哇 真的耶 他沒有交通 太誇張了耶 老師不要放這個歌 很美耶 這是其中一任 就是我不是說我要炫耀什麼 是我覺得 我要替諧星平反 所以我是諧星醜的 只有主存到這張照片 我還有其他很多的 無聲哥 我認識耶 你認識 真的 你認識 同行 我是現在才知道 你們有交往過 你們同行 有一起飛過 這一個嘛 對 那這一個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個空姐嗎 這是真的耶 你沒有在騙人耶 那是另外一個 我還有另外一個 你其實是飛出去 都沒在幹嘛 只是為了空中 認識空姐這樣嗎 沒有 我本來想要認識機長 機長不給我錢 你幹嘛 你在幹嘛 你吃得比較少好不好 因為我不想努力 你吃得那麼好 我吃得不錯耶 他長得有點像 哇塞 這網美型對不對 太漂亮了吧 這超正的耶 這個制服這樣子 你在收紙 好美 而且為什麼都收紙 從一家公司啦 這個制服這樣子也太 太美了吧 雲雲遐想了吧 對 還滿漂亮的 不會有一個相簿 都是空姐女朋友吧 沒有 沒有 那三位經歷過最受傷的 那一段戀情是哪一段 那時候交往其實 我自認為算是穩定 最後其實我們分手 我不知道她的原因在哪裡 但是因為我到現在 其實我都沒有去問過她 但那時候就是因為 也是交往 也是你們公司的 你們公司好熱門喔 很忙耶 我人生大概最錯的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我居然會為了這個女生 賣掉新一區的房子 去買南坎那邊的房子 哇 你知道那落差有多大 那時候在桃園 她住的房子很小 她住的房子只有12坪 那我想說那 真的很小 那因為那時候感覺 我們有聊到結婚 就是有聊到結婚的事情 那時候是你交往 第幾年的時候 你做了這個舉動 我們交往大概 你好 哈囉 走不出失戀腸痛 馬國賢差點做傻事 浴室花了快一百萬弄 打造了一個那個按摩浴槽 超爽 我就放滿熱水的 它一直超爽 很爽 但是我在看下去那一刻 我突然覺得 我心是涼 就是 因為整個房子很大 你就會 那種孤單的感覺 孤單的感覺是非常勤奮 你很想把自己整個頭 就是泡完就隨便 就不要起來了 所以我想說 不行 這房子不能再住下去 我如果再住的話 我那孤單感覺會越來越強 而且你會走不出來 我會走不出來 而且我會想死 那時候是你交往 第幾年的時候 你做了這個舉動 我們交往大概半年多 你好 半年 半年 半年就算是半年 因為那半年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 因為很大可能就是飛出去 回來之後我就馬上就去 他只要跟我講 半夜有時候從 比如說溫哥把我哪裡 回來 你知道落地 他說早上五點鐘 我大概三點鐘就要起床 或者是我拍戲拍到一兩點 我就回家稍微洗個澡 三點鐘出發到機場去接 接了送他回家之後 然後比如說我早上六點鐘 他要拍戲 送他回家之後 我再回台北拍戲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完全是工具人 真的 那時候哪知道 那時候只覺得說 兩個人感覺是很真心 那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聊 他其實也有想 因為他後來也三字頭了 他想說應該差不多也要結婚生小孩了 所以那時候就有聊到結婚的事情 你真的瘋了 我真的瘋了 而且那時候我還看了一件最大的 因為想說結婚之後要多子多孫 所以買一個六十坪的房子 想說兩個人住很爽 大四房 小朋友生兩個一個大房間 我人生買過最大的房子就是那一間 然後我想說一定好好裝潢 房子買不到一千 裝潢花了五百多 哇 好酷喔 裝潢到碧莉輝煌 就是他 因為他有時候他想要顏色 想要什麼樣式 我就完全照亮他去裝潢 他弄得非常漂亮 結果好了 房子裝好沒多久之後 他就在飛機上認識無尊 郭靖哥不好意思 撒出你的陳友晶 不好意思 郭靖哥 沒有 你就會發現 突然他人變得很奇怪 因為本來都是很熱情 就是說講電話我幹嘛 可是後來你在跟他講電話當中 你會發現他愛離不離 其實那時候你就有感覺 心都涼掉了 你就會有感覺 因為後來我們分手之後 其實那個房子我大概擺了五年 花很多錢裝潢 但我都沒有去住 你後來就租出去就好了 你不可能啊 因為花很多錢裝潢 你不會想要租的 你也沒租出去 因為你要這麼多搜 在五年養蚊子 就擺在那邊 天啊 然後我就是每個月 自己去打掃一次 但是到後來我是真的有點覺得說 這果然是真的是 激凸的男人才會想到 真的很好奇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後來我把台北這邊賣掉 然後我就去搬去那邊住 因為那邊比較大嘛 想說一個人住比較舒服 可是後來就是大概有 我在那邊也住了半年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回到家 那天冬天我拍完戲 回到家好像很冷 因為我浴室花了快一百萬弄 打造了一個那個按摩浴缸 超爽 我就放滿熱水下去泡 想說很爽 但是我在泡下去那一刻 我突然覺得 就是因為整個房子很大 你就會那種孤單的感覺 孤單的感覺是非常強烈 你就覺得在裡面 你很想把自己整個頭 就泡在那邊就不要起來了 就是突然有那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想說不行 這房子不能再租下去 我如果再住的話 我那孤單的感覺會越來越強烈 而且你會走不出來 我會走不出來 而且我會想死 因為我跟他分手 我大概走了一年多才走出來 而且那一年多 我幾乎是都不待在家裡面 因為待在家裡面會想太多 所以是他提的嗎 其實是我提的 你感覺他變了 因為是他的態度 就是對你愛理不理 也不打電話給你 如果是兩個人相愛 他一定會互動的 你打給我 我會打給你 那後來是有一天我真的 我覺得要講清楚 不然這樣大家拖著 因為好像感覺是 我拖著你 你也拖著我 我去接他回家之後 我就說我上去坐一下 他不然不太願意 我說好 那馬西 那你不願意我上去坐 那我們就在車上 太扯了吧 對 所以我就在車上跟他說 我說 你真的還想繼續這段戀情嗎 如果不想的話 我也不要逼你 那我等下送你上去之後 我就會離開 那我也不會再聯絡 那他怎麼說 他居然很爽快地說 好 你說有考慮的話 可能你還有一些感覺 但他沒考慮都沒考慮 就不是不想當壞人 他在等你開一口 他直接說好 然後後來我就 開車回台北 那時候在 在開回台北這段路 就是心裡面非常難過 但是一直告訴自己 算了 因為就人生就是這樣子 對啊 然後也不用想太多 還是因為你房子 沒有買在他名下 對 是有可能 是還沒有買在他名下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結婚 好險沒有 真的 好險沒有 那你是覺得 他真的是有另外一個人嗎 其實很明顯 因為你看 我們分手之後的半年 我就聽他朋友講結婚了 然後不到一年生小孩了 真的假的 你去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那速度自殺 好 再一次一天 幸運 先不要 因為我也非常耽誤 還是你們中間 就已經早就有重疊了 我覺得應該中間沒有 但是在後期 應該是說後三個月 我發現他越來越誇張 他來台北玩 你打電話問他說 你在哪兒 我在台北啊 正常是不是會講一下 可是他還滿老實 跟你講說他在台北啊 對啊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騙的意思啊 那我就 那你其實就知道 我覺得這樣也好 就是你也沒有要騙 那我覺得也滿好 至少你說實話 你沒有騙我 那我覺得OK 那就是講好大家就分開 只是那一年我自己 就是有點走不太出來 之後讓我就是對情感上面 越來越看得開啦 就很多事情我覺得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過不去的 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誰的你就好了 你現在不要衝動 你現在如果這種蛋黃區的房子 為了愛要賣掉 你先問我們 對啊 那這個我就要跟你講 下輩子啦 下輩子應該就有機會了 不要衝動啦 不要機會了 小優咧 最瘦傷的一段 我最深的一段應該就是 遠距離的那一段戀情 就是一個美國的男朋友 但其實那一段戀情 是黑人嗎 沒有 他是一個華裔的美國人 就是ABC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可能 比如說我飛去美國找他的時候 然後可能跟他朋友出去 然後都會覺得完了 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因為他們整段都 然後英文這樣 然後我唱 一開始就會講說 我可能從 然後一開始講一個 Oh I'm Iris Nice to meet you 就再也不講話了 因為接下來就是他們 就是自己聊自己的 我那時候還為了他 去上那邊的語言學校 對 花超多錢 我那時候就是好像花了 一個月十萬塊去念書 對我來講很多啦 以我那時候的收入 然後每次飛過去 就是三萬的機票 然後還要自己帶一些錢過去 花好多錢喔 很多錢 然後當然男生也會 就是負責我的吃住 可是就是機票什麼 都是我自己出的 然後我其實我覺得 當然講現實面 真的是為了這樣的感情 花超多錢 你們自己多久 三年 哇 對 就這樣飛來飛去喔 都是遠距離啊 對 遠距離沒辦法 你不飛你就看不到他 而且我們那時候 不只是我飛美國 我們還會一起去日本玩 去韓國玩 去義大利玩 就是等於說跟他有點像 環遊世界到處跑這樣 你真的賺滿多的耶 真的耶 沒有 我要是沒有 如果說我就補芝麻街沒緣 往去學 對啊 語言學校 對 現在線上課程不是很多嗎 對嘛 那時候還沒那麼盛行 我那時候應該要上線上了 到那邊念書 真的超級貴的 對 但是我覺得 也是人生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因為沒有他 我也不敢做這些事情 對 我那時候真的在LA 我還自己坐公車去上學 哇 太感人了吧 你知道LA的公車 沒有人敢坐 很複雜 因為很危險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分開 其實是我真的也滿受傷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講到結婚的事情 然後其實因為 原句就是這樣 你要嘛一個選擇過來 一定就是 誰看誰要 誰要過去嘛 然後那時候是 男生是有講一句話就說 可是如果你過來的話 我怕你沒辦法適應這邊的生活 LA LA有什麼好處 因為覺得我的外語能力 還是沒有很好 LA講台語都通好不好 我剛剛好 那當我沒去過LA什麼事 那時候講一句話讓我滿難過 他就說假如有一天我去醫院 我怕你連那個表格都不會停 熟 天啊 然後我當下就 有點震驚到這件事情 可是妳不是已經在學習了嗎 對 但是他可能還是覺得 我跟不上 就是他如果真的搬過去住 我都想好我要幹嘛 我在那邊要開珍奶店這樣子 哇 那很賺耶 對 我都想好 因為在LA的珍奶店 都超級賺的 真的 對 仙玉先點兩碗兵 要等四十五分 妳不要加盟了 對 那邊的八十五度 也是都排場這樣子 很一場 對 後來談談就說好 那男生就說 那他過來台灣好了 因為他中文也OK 所以他在這邊當工程師 可能也可以 結果講一講 就中間 我們就吵了一個很大的架 就吵一吵 然後他那時候就覺得 他可能到台灣 他也沒辦法 那麼快跟我結婚 他後來就說 那還是就分開 對 因為我們就是在電話上吵架 就真的這樣遠距離吵架 然後他就說 因為比如說我已經訂好 下個月要去找他的機票了 他就直接說 妳不要過來了 就是又說我們就斷了這樣 好傷人喔 三年了 就真的是很傷 而且最傷的是 我後來真的看他有來台灣 真的喔 他真的來台灣 然後呢 定居嗎 就是他後來就在台灣定居了 真的假的 妳有聯絡嗎 沒有聯絡了 那妳怎麼就透過朋友朋友知道 對 那妳知道他現在的狀況嗎 他現在就是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也交了女朋友 然後我就是也都祝福他 但是就一直 就遠距離的時候很相愛 可是真的他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卻已經分開了 喔 對啊 所以其實還滿受傷的 他那段感情我知道 他有參與 我曾經差點害他身手 你什麼時候參與 你本來沒有到三年那麼久了 又介入 我差點因為無尊被分手 為什麼 因為這 這個故事很好笑 同一個 好像是同一個攝影 同一個 然後就是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跟那個 小優那時候要去捐 狗飼料 我們要去做公益 對 錄完影要一起去做公益 對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騎摩托車 然後我覺得 小優那你坐我後座吧 然後就騎 騎一騎之後 她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就打了電話座那邊 就那個美國男朋友 她就說哈囉哈囉 那個 在視訊嘛 那個無尊家載我去做公益 啊 然後我就跟她男朋友打招 我說嗨 你好 我是無尊 她男朋友的臉是這樣 生氣了 對 然後我就聽她 因為他們要講電話 你幹嘛啦 她是無尊啊 對啊 你幹嘛生氣 蛤 她不是 沒有 你誤會了 然後就沿路一直吵 真的假的 無尊都還要生氣 為了無尊生氣 我覺得不要這樣 無尊有這麼多威脅 她是不是覺得 叫無尊都是帥的 她可能以為是另外一個無尊 可能那個話詞不好 可是妳是視訊耶 她瞎嗎 不是啊 不是啊 什麼意思啊 所以她是愛吃醋的人嗎 就是她當下有覺得說 我怎麼可以給別的男生載 然後我還就是可能 她覺得我有抱她的腰 或是什麼 沒有 我那時候有拒絕 真的嗎 我不能講好嗎 然後 我有拒絕 後來妳有勸她勸很久嗎 我們那時候吵了快一個禮拜了 不會啦 無尊 好糟糕 我都不會覺得我人生 因為無尊有這個汙點 我也是醉了 那因為我們每天都有 甜蜜的互動 我們就會說 我就準備要縮小的時候 我就往旁邊移了一下 然後我就 旁邊就有人啊 OK 再放開 搞不好是永利失業 什麼東西啊 我就是外表開始講 智慧就過於常人 民政家都拿來 我跟妳講 沒有去放 看我都是找不到蹤跡 但還是被我給找到了 這是諧星的一個誤會 那一個禮拜代表 他促進也是滿強的 不太講道理 你怎麼受了 你應該趕快把照片發過去 說是他耶 真的 你怎麼會為了無尊生氣呢 我找臉不差好不好 那無尊呢 你最受傷的一段 最受傷的那一段就是 第二任的那個空姐的女友 反正因為那時候 我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才剛跟她男朋友 分沒多久 所以她其實心裡面 還是有點放我們家上任 但她跟我說那不是愛 所以她是一個不想當壞人 跟一個捨不得的那樣的一個狀況 那那時候她男朋友在軍中 所以如果當她知道她的前女友 已經馬上交了一個男朋友 她一定會覺得很受傷的痛苦 所以我就開始追一直追 追了三四個月才跟她交往 那那時候其實在交往的時候 她還是沒有跟她前男友 斷得很乾淨 她就是持續跟前男友 一直聯絡一直聯絡 一直傳訊息什麼 就你時不時可以看到手機跳出來 是她前男友訊息 但我那時候覺得說 沒關係 反正今天我對你夠好 我對你百分之百付出 然後我讓你就是愛上我之後 就可以至少讓你忘掉上一段的 可是有些時候我覺得 久了她就覺得說 反正我這樣做你會原諒我 我這樣做你會覺得 反正你會包容嗎 你不會離開我 對 她就慢慢爬到妳頭上去 我們交往了 差不多第二來第三個月 Anyway就是她說 還要跟一群朋友去台中玩 就剛好選在了 我那兩天要主持的時間 要工作的 那那一天就是 她正常出去都會PO限時動態 她會PO成虛線那一種 她那一支去是 限動只拍一張照片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其實我不知道怎麼 我超會抓這種 對 第六感 對 第六感 就是我就發現 好像有點怪異 我就沒想那麼多 那因為我們每天都有甜蜜的互動 我們就會說 妳可以傳一張自拍照給我嗎 我也會傳自拍給她 就讓彼此看看彼此 她就拍 她好 我請我朋友拍 她就拿了一個酒瓶 然後就這樣拍照給我 我說喔 拍得很好 我就準備要縮小的時候 我就往旁邊移了一下 拍 酒瓶上面的一個反射 酒瓶上面的反射 我現在已經把它放大一點點了 這是她那個 當時那個時候的照片 她拿著酒瓶的照片 然後我就 後面就有人嗎 OK 再放大 搞不好是農曆系列 她走東西 我就是外表看似腳 還智慧卻過於常人的名稱 柯南 游泳的手沒有出錯 我漂亮的蜂蜂找不到終極 但還是被我給找到啦 好臭 妳背在幹嘛啦 妳背在幹嘛 她好可愛喔 小小米老師不要亂放鬆 而且是一個裸上身的人 她是 很明顯是有 就是上半身是沒穿衣服 真的 她有 其實有穿衣服 然後 因為我對她前男 我知道她前男 長什麼樣子 身形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一看 是她前男的體型 前男的髮型 我就去 她前男的愛 因為剛好我之前有連到過 就看一下她前男的 她跟她前男的在同一個地方 一起去度假 對 然後晚上我就打給她 然後她就是都不接 然後後來終於好不容易接了 她只跟我聊一分鐘說 我先跟朋友玩 先掛電話 我說那妳睡前再打給我 你還真耐得住性子 對 都發現了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懷疑 我還沒有這麼確定 然後因為我是後來比較晚 才看她打卡那個地點 然後我後來怎麼打 她手機就不接 那妳就傳那個 IG私信給她前男友 就說 妳記得跟我女朋友講說 睡前要打電話給我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是沒有想要那麼多 跟她講 她一定會跟她講 那她私信已經很亂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已經 因為我還要忙隔天的主持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分心在這一關 我得一直趕快做功課 然後看手卡各方面 然後後來我就等到 我主持工作結束之後 她也回到台北了 我就跟她 回到桃園了 我就去跟她碰面 我說跟一群朋友出去玩好玩嗎 她說很好玩 她說妳還這樣子問 我說喔 那跟前男友出去玩好玩嗎 哇塞 因為我要看她當下這個反應 對 她說妳有裝GoPro嗎 蛤 喂 情境秀 但是那個 就是她當下是 整個是完全震驚住 她說妳很無聊 我沒有去 我說妳確定沒有嗎 她說真的沒有 我說為什麼在同一個地方打卡 她說沒有啊 就剛好很巧啊 我們那時候 我朋友看到她在那邊打卡 我們也很意外 我們就趕快離開了 我說喔 那妳知道酒瓶會反射嗎 哇塞 然後她還說好我承認 就是我那群朋友希望我們兩個附和 所以才偷偷找她來 還在掰 然後她就掰 她就一直在講 我說喔 所以是妳朋友 妳們一群人 然後找她來 我說那妳有衰情嗎 她說當然沒有啊 然後怎樣怎樣 她就一直在辯解 我說喔 然後下一句是我騙她的 我說可是我剛剛看了妳手機 然後她那一秒 這講完那句話 過差不多兩秒 眼淚是啪就流下來 然後就跟我道歉 還被妳騙到 哇塞 因為我是一個不看另一半手機的人 所以就是我只是試著吊吊看她 看她會說什麼 結果沒想到她就 跟我承認是單獨兩個人 去兩天一夜 然後那一次 單獨欸 對啊 那是約會啊 後來我還原諒她 因為我覺得說 妳今天做這件事情夠大吧 如果我原諒妳 那我們可不可以好好開始 妳因為這件事情 不要再跟她聯絡 然後最後分手的奇蹟點是 我跟她有一次 過了幾個月之後視訊 我發現她跟她前男友的 她的照片還掛在她 天啊 牆上 房間 高雄房間的牆上 我說妳可不可以拿掉 她說現在很冷 我不想去拿掉 我說很累 我明天在拿啊 妳很煩欸 我說那就分手吧 如果你不拿的話 後來就這樣分手 妳後來從那一次抓到她 然後到就是拿照片事件 又隔了多久 兩到三個月 三個月 哇 妳也撐夠久 妳撐很久欸 因為我覺得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就是經營就是 對 要花很多時間要投入 就要試著去 後來我發現這樣太傻了 就是當時應該要停損 停損 要設停損 因為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我們很常吵架 是只要她一生氣 我心裡就會有個不平衡的感覺說 妳憑什麼生氣 我曾經這樣子 原諒妳 會 對 所以久了之後我覺得 那個關係已經不健康了 而且已經種下來 在妳心中會種下一種 陰影跟種子 然後妳就會慢慢覺得 這個人做什麼 真的 幸運感就崩塌 然後妳就會慢慢對這個沒耐性 然後另外一半就會覺得 妳為什麼對我沒耐性 就是開始那個起跑點又不一樣了 任何小事都會懷疑放大 對 就會是這個樣子 變得不健康 對 但她現在也過得滿好 沒有這些事情 我也今天才會有故事 可以來上通告 是不是 對 還好樂觀 好樂觀 我還常常有啤酒瓶的故事 對 你們三位有曾經跟哪一個 哪一任交往是有見過 對方父母親的嗎 有 也都有這個經驗 這會有了 阿翔咧 那時候 家人對他有什麼意見嗎 因為我爸媽他們算是 在鄉下的比較老實的 那一輩的長輩 所以他們就從小時候講說 那妳以後就找一個 很穩定的對象 就算是銀行員 或者是公務員 就是他們都是 希望小孩的生活 就是可以穩穩 穩穩順順很安定 不要為了心機而滿 對 然後他也不想 幫你煩惱 你的婚後生活這樣 所以我常常就聽他們這樣講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最近有一個交往的對象 然後那時候阿翔在 電視消耗冠軍 然後還有大集合 然後我媽一聽到 這個人的時候她就說 我就跟妳說 我需要妳穩穩定定啊 妳為什麼還要跟藝人交往 所以她就很反對 那再加上就是 在節目上面的形象就是 嘻嘻哈哈嘛 她就覺得這個人 一定就是很飄忽啊 然後玩票性質這樣 然後我們是 就是交往了一段時間 老實說我老公就是 對長輩真的是滿照顧的 我媽媽她就是在穿鞋子 然後她的鞋帶沒有綁好 我老公她就下意識 她就蹲下來幫她綁了鞋帶 這樣 天啊 這很加分耶 對 然後我媽媽就瞬間感動 然後就說要嫁給他 我媽媽就 妳媽要叫給他 我媽要叫給他 妳媽要叫給他 我媽要感動 她就說好啦 這個孩子可以考慮 我母也是衝動啊 對啊 太衝動了吧 把鞋帶給叫給他 她就被軟化了 真的就是小動作 那阿翔本來就很 嘚嘚的那個老人家 老人員 長輩員 長輩員 就真的感受到她的付出這樣 那你們曾經有因為藝人身分 被對方家長直接說 不要 我不想要我的小孩 跟你們交往這樣 其實蠻多 因為像我遇到那個就是 她爸爸就是擺明就是 而且她爸跟我們這圈內的人 都還多很熟 那就是也是因為 可能對我們圈內的人熟 他就是可能有看到 其他的人的 可能私下的生活一些習慣 所以他覺得說 我們這行就是很亂 然後就是在一起 會沒有安全感 然後你們這些男生 每人都跟不同女生 可能在那邊上節目 然後下節目 可能你就在那邊亂搞 對 跟手不要亂比好不好 我沒有 因為其實我父母 其實也不喜歡我走這一行 三餐不定 就是可能 今天接著這個工作 你下工作在哪裡 你根本不知道 不穩定 所以你要 還要再去養老婆 你自己工作不穩定 你自己能不能養活 都還不知道 你還要再去養另外一個 然後如果生小孩的話 你怎麼辦 可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女生家裡就反對 他們就不喜歡 那不喜歡 那每天要聽 他們長輩念也是很累 那你不是我被唸 你要考慮到 女生她在家裡面 每天被她父母唸的那種感覺 你要幫人家想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說為大家好還是 那我犧牲 我覺得無所謂的 小優耶 之前有一段戀情 我就覺得她有特地 特意在逼我跟她家人 見面這件事情 就比如說 可能她家人在家 她就會說 你先在樓下等就好了 我下去這樣子 她就不會讓我 就是給她家人看到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就有感覺 她在讓我跟她家人有距離 結果後來因為已經在一起一年了 就真的沒辦法 還是會遇到她家人 然後有一次就剛好 她媽媽來她家 然後我就在她家 那她媽媽來 我也不可能就走啊 然後這時候她媽就說 小優那個阿姨 跟你聊一下好不好 這個可怕的台詞 我當下真的是發抖了 我就覺得 喔好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不太會跟長輩相處的人 而且又再加上 之前我男朋友 又刻意讓我們有距離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她媽媽不喜歡我 結果呢 她開頭第一句就說 小優啊 妳也知道 就是我們家比較保守啦 我們家就是比較傳統這樣子 可是因為你們走這一行啊 阿姨也知道 就是這個圈子 很複雜的對不對 對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 是認真的嗎 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 未來如果沒有共識 其實你們就 這不叫保守 真的假的 對啊 小優將情告白 小優為愛不惜動軟 其實我在私底下是一個 超級小女人的 然後我會幫妳按摩 我會幫妳煮飯 很希望我們趕快可以相遇 然後一起走入禮堂 不用擔心 我已經在準備動軟了喔 你最準都讓她聽起來要用到 對啊 能夠遇到 兩個人溝通能夠良好的話 我相信 我們該有的也有 然後我自己 把自己身後的事情都 塔位都不會是 太多講究竟了 你只要拉一百大號 對啊 他只是渡人 連塔位都安排好了 對啊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 是認真的嗎 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 未來 如果沒有共識 其實你們 就會玩一玩就好了吧 對啊 我就想說 這不叫保守 這很快到 對啊 這怎麼會保守 就是他可能就覺得 我們這個圈子很複雜 會影響到他們家這樣 還是其實兒子想分手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叫媽媽來處理 我就知道 對 那時候我其實 就忍住眼淚 然後紅 紅著眼眶就說 阿姨其實就是 你看到新聞 或者是一些報章雜誌 那只是一些表面的東西 可是其實我們真的 在演藝圈 很多人都是很單純的 當然最後這段戀情 還是分手的 那時候其實還滿受傷的 也不是只有他們家 其實我跟佩甄也是 因為我跟佩甄的婆 公公婆婆 他們都是同樣就是老師 然後都非常保守 所以他們那時候也是 就覺得說 欺負如果是 女藝人 女明星 好像在外拋頭露面 在外拋頭露面是一回事 他就覺得說是不是不能 還假 就覺得你的價值觀 對 這就是一個刻板印象 那吳鑽 我認為 就是我滿會跟長輩相處 最怕的就是 他不給你機會跟長輩相處 當然我也曾經遇過就是 父母一開始很反對 後來見了面 一聊了之後 他發現 對我稍微改觀有這種 可是也有那種是 一聽到是藝人 就你也不用講諧星 只要是藝人 他就是不跟你見面 就是完全不會跟你見面 然後甚至也就是 不想要知道 你跟他還在交往 這樣的關係 然後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的女朋友還騙他爸媽說 已經分手了 那我那個時候 就是會想要試著說 你讓我去見你爸媽 就是我覺得 我可以去試圖的 讓他父母知道說 我的誠意 然後 我的生活的大概狀況 跟我的想法價值觀 也想要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演藝圈不是 大家說這麼的混亂 對啊 為什麼大家一直覺得 演藝圈很混亂 我會覺得是 真的很混亂就是那一些人 我都是 就把主持人打卡下來 就回家 我算是真的滿有長輩緣 就是很能跟長輩聊天 可是他卻連 機會都沒辦法給我見 因為我覺得見了 應該或許結果 就會不一樣 今天節目最後 就是要讓大家平反 對不對 就是說雖然大家 他們平常在節目上 是帶給大家歡笑 可是其實私底下 他們也有正常生活的一面 所以今天三位 在最後的時候 他會把一號機 當作是你這個 另外一半 或是將來的另外一半 申請認真地 說一些感性的話 好不好 吳針先好 我先好 好 小優 什麼 小優嚇死了 喂 小優嚇死了 還好 小優拿給別到那邊去 還是你們太小了 其實你們兩個 小優你給他一個機會 對啊 太熟了 熟就不用再去花 十秒點死 我真認識太久了 多好 認真深情了好不好 你看諧星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 很開心 就在家裡認真 當然一幕都想要感性了 你要感性 大字 大字幕好了 認真深情 對 這個 就是我不知道 未來的你在哪裡 就是我希望 可以 有機會 可以讓我們好好相處 然後我也希望能夠有 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也或許可能 你還不認識我 可是我希望當你認識我之後 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諧星跟電視上的我 跟四下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希望可以 給你幸福 如果 不能給你幸福 也希望給你祝福 如果不能給你祝福 希望可以給你舒服 嘿 嘿 我怎麼知道 諧星很難站緊的 講一件事 我跟你講真的 我後來發現 諧星對我通病 怕尷尬 對 我怕什麼 真的啦 怕能講啦 小優 蛤 還是要我站前面 也是 沒有 謝謝 會比較好講 好吧 那個 親愛的老公 雖然就是不知道 你現在還在哪裡 但是我一直在等待著你 雖然說呢 很多人都會從電視上認識 我覺得我好像是一個 很搞笑啊 很就是不正經的女生 可是其實我在私底下 是一個超級小女人的 然後我會幫你按摩 我會幫你煮飯 然後我會把你當成 全世界最幸福的那個男人 然後 很希望我們趕快可以相遇 然後一起走路禮堂 然後重點是 生一個可愛的寶寶 不用擔心 我已經在準備動暖了喔 不會 不會 你這整個人 這天壓那麼大 不會嗎 你很大嗎 逼人啊 逼人啊 會嗎 很逼人嗎 有點逼人 有點逼人 逼太緊了 他第二年再生就好了 覺得他也很大好不好 真的啊 先相遇好嗎 先求友再求好 對啊 其實我真的 你現在互動 吳尊真的滿了解你的 你真的好好考慮一下 我說真的 可是吳尊就喜歡長腿妹妹 空姐啊 你就把腿弄長一點嘛 你不要再管人家 該你了 好 萱萱 要不然你制服借我 好 來 郭先生 好 我覺得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 這個人生的下半場了 那願意在一起 其實就是真愛 然後很多人都說我在挑 以前說不挑 現在說挑 其實我們也沒有挑 那我現在就是很隨緣的 能夠遇到兩個人 溝通能夠良好的話 我相信 我們該有的也有了 然後我自己 把自己的身後事情都 現在目前都在處理 塔位 不是 太多意思了 你這樣哪裡才大賣啊 不會啊 他不是動軟 連塔位都安排好了 對啊 一定要啊 陪照 他在那裡結婚 就要簽你的一些遺族東西了 那多好 直接來就接收了 秀藝人 不是很好嗎 那我可以 你可以考慮我嗎 沒有 我可以幫你做 你要的太多了 真的 你要的太多了 對啊 其實就是 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就是說 可以一起開心聊天的互動 因為以前一直想說 每天要工作 就是要去賺錢 可是說真的 好了 你現在錢賺到了 那你得到了什麼 每天還是一個人在家裡面 你什麼都沒有 就是只賺到錢 人生不是只會錢額 對啊 你還是要有生活品質 然後多跟家裡人相處 就是多去跟人家相處 所以我現在把很多時間 是留給家裡人 因為父母年紀也大了 然後跟他們一起 互動其實是滿好的 在還沒有另外一拜之前 當然如果有的話 也歡迎各位跟我一起 一起來 共做後事 買了中央 一起來辦後事 共做 你卡位他在幹嘛 更不享受人生的下外場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他 那如果願意跟國賢哥聯絡 你的塔位他也會準備好嗎 對 買了大陸去 恐怖 恐怖 你們三個 不會啦 我們其實很認真 我很認真講 為什麼到後面就是會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在觀察諧星 我就希望說 其實我們看甜甜 你看她現在也是這麼的幸福快 對啊 其實幸福來得很突然 你現在兩個都擁有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要 大家都有受過傷 也不要去覺得好像 不會相信愛情的來臨這樣 我覺得諧星是這樣 大概是因為敬業 就像我剛剛講 怕一個尷尬 知道我們自己的身分地位 這個立場在哪裡 所以比如說在節目上面 我們必須要搞笑 帶給觀眾快樂 在私底下有時候 大家聚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怕說 朋友會不會不高興 會不會不開心 對 所以你要把這氣氛炒熱 或是怎麼樣的 可是我覺得會欣賞你的人 怎麼樣都會欣賞你 對 就是耐心等待那一天 對不對 那祝福三位好不好 一定會有一天找到你們 真命天子或天女 或是三位都要找 真命天子也可以 對 可是這綜號啊 對啊 因為她長比較快 那喜歡我們的街外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歡迎大家訂六個小時 聽媽媽的話 粉絲專業 還有YT頻道 還有IG喔 也謝謝大家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